今天我们来聊聊日本曾有过一个外号,几百年来日本人一直引以为耻,那是什么样的外号呢?那就是日本鬼子。 关于这个称呼,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,在抗战剧当中,中国百姓大多以此称呼日军。 因为自九一八事变之后,日军在中国大地上几乎烧杀抢掠,无所不作,行径犹如魔鬼,更好对应鬼子。 所以鬼子就成了清华日军的简称。 可是为什么日本人会如此反感鬼子这么一个外号呢? 原来鬼子在日语中有着三个不好的意思。 第一个是指那些长得不像父母的孩子,这点咱们中国也能看到。 你要去别人家中做客,说别人孩子长得一点也不像爸妈,你看住人家会不会把这个没有眼力见的家伙赶出去。 第二个是一出生就长了牙的孩子。 第三个则是向鬼咽胡来的人。 近代早期曾有人去日本留学,在他们眼中,真实的日本人确实是这么一个形象。 清代文人陈康奇就曾写过相关记录,若鬼使则出使外洋之源,以西人出入中国,仍皆呼为鬼子也。 关于鬼子一称呼的来历,历史上有一个较为有说服力的说法。 说是在晚清时期,李鸿章代表大清去参加一个谈判会议,其中主要谈判对象是日本,会场中含有不少国家的代表。 等到李鸿章到达时,日方代表突然亮出一块写有上帘的白铃,声称听闻中国是文化古国,有意上帘,不知清朝代表能不能回答上。 李鸿章仔细一看白铃上面写着,骑骑马,张长弓,琴色琵琶,八大王,并肩居头上,耽搁独占。 李鸿章从上帘看出了日方在显摆自己的军事实力,但他也丝毫不示弱,转手回了一句, 上下两连对上公整,不仅保住了中国人的颜面,还趁机羞辱了日本人一番。 只是可能李鸿章没有想到,自己的一句下连却让日本人被笑了数百年。